好的 我们把饭煮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吃饭的时间 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可以带哪一些道具呢 我们来看看 首先可以带这个 因为我们煮的是白饭 所以可以搭上海苔 可以带一些海苔 也可以带个面筋 如果你对你喜欢面筋的话 面筋 那海苔酱 海苔酱不错 还不错 因为这个 老师也挺喜欢海苔酱 好 再来是这个果酱 果酱好像怪怪的 如果你有这方 你喜欢这样吃的话也可以的 好再来 也可以带一些盐巴 盐巴的部分 再来 汽水 汽水 再来呢 这个是那个 肉松 这是肉松 好也可以准备一下像番茄酱或是辣椒酱胡椒等等的 好还有准备一只藏 谁给我拿藏井鹿进来 没有藏井鹿 拿错了 没有藏井鹿 对可以准备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那各位 首先呢 必须要一个道具哦 什么道具 像是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饭嘛 所以你需要保鲜膜 因为我们那天在户外煮饭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 呃 我们旁边会抹锅嘛 有加过各位 加过各位如何抹锅 那抹锅的时候可能手会沾到 那个 牙膏 沾到牙膏的时候呢 糟糕 如果说你直接就把饭摸下去 你就会发现你的饭里面充满了牙膏 充满牙膏的味道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用保鲜膜 用保鲜膜 那保鲜膜怎么做呢 好 我们可以把煮好的饭 煮好的饭 放在保鲜膜上 好 然后呢 就可以去简单的塑形了 就把它雕塑成你要的形状 好 就把它压 压扁一下 用力的压扁 诶 这时候 就可以去调成你要的各种形状 那我们做完之后呢 就可以像 好 像这样子 这老师刚做的 像上面是用海苔包的 海苔 这是海苔包的 然后这边呢 是涂了海苔酱 中间呢 感觉上没有涂任何东西 哎呀 其实它是那个 其实中间这块是那个 涂了盐巴上去 然后边边呢 是涂了番茄酱 当然还有老师的爱心 可惜被沾到 那老师要把它吃掉了 等一下就吃 好 好 所以可以像这样 简单的做一些不一样的形状 自己去看想要做什么 那此外呢 也可以准备其他的道具 像是 豆枣 老师也喜欢吃这个 甜甜的配饭 很好吃 就是那个很甜 这自助餐店都有的豆枣 豆鸡 它有叫豆鸡 那各位还需要哪些道具呢 诶 你需要盘子 因为煮好之后呢 你需要把你的东西放到 煮好的东西放盘子上 那此外呢 你也需要筷子 为什么要筷子呢 因为我们可能要夹东西 你总不会用手直接去拿吧 好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需要 卫生纸 卫生纸 为什么卫生纸呢 因为会沾到手啊 OK 那再来还有哪些东西呢 这个很重要 垃圾袋 为什么垃圾袋呢 因为你可能会有吃不完的时候 会有一些 或是有一些东西要丢 所以各主 记得要带垃圾袋去 记得要带垃圾袋去 好 那各位 以上大概就是所有 你可能需要准备的东西 请各主可以去 可以去自己讨论一下 看你要带什么 那可能就会有人问 老师 为什么你没有讲到 汽水要干嘛呢 哎 汽水很简单啊 汽水呢 就是煮完的时候呢 啊 太好了 恭喜拍完影片了 庆祝一下的啦 所以汽水可以不用带啦 好 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